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利教育界深化推动国民教育 过去的两年 香港先后经历了社会动乱和新冠疫情 学校很不容易才能恢复较为正常的状态 有条件地恢复了面秀科堂 而在新的学年 教育局除了继续支持 学校做好各学科的教育工作外 也会加强推动价值观教育和国民教育 共同努力为校园捉牢防疫平章 会育同学成为有见识 负责任和爱国爱港的未来社会动力 教育局早前公布的 香港国家安全教育科程框架 让学校通过学科的科程内容 自然联系并有机结合国家安全教育的元素 又设立国民教育一站通网页 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多元化的学与教资源 还会安排都校教师工作方 帮助校长和教师 加强统筹策获国家安全教育 无论内地、香港 我们大家都是中华人女 投读香港人的孩子就是香港的敌人 加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使学生正确地认识国家 才能让香港大展权脚 培养创新科技人才 让学生自西学习中华文化 是学校教育的重要部分 教育局已经推荐适合学生程度的文言经典作品 让学校在课程内逐步加入建议片章 并于新唐年开展新一轮的中华经典名居活动 借此释防空间 托阔学生的学习兵力 培育多元才华 样样红华 教育局会加强包括 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教育 在内的国民教育 增强学生的加国观念 和对一国两制的正确认识 让学生可在课堂内外 全方位认识国家的历史 文化、经济、科技和政治体制等 新学年 适逢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 是意义重大的人年 亦是培养学生加国情怀的契机 教育局应与学校和社会各界人士为首 推展国民教育 引领学生全面认识国情 了解国家发展的机遇 和一国两制所赋予香港的 绝对有势